Kick the dust up Kick the dust up Come on All week long it's a farm in town They're making that money grow Tractors plows with flash and lights Backing up a two lane road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基础玩家 我们今天拿到个大货 所以我们换一个地方 来给大家录制这期节目 今天这个大货相当的恐怖 我们拿到物流的时候 那一瞬间拿出来那一瞬间 我们觉得太可怕了 这样的货放在家里面 不论是摆设还是作为音箱 你都需要一个巨大的空间去摆放它 它就是来自CBA的L16客厅解决方案 来自欧美的樱桃木作为它的面板 还有底下它都包起来了 然后就是它前面这一圈 这个海绵 这个吸音棉吧应该是 这里有个logo 喇叭就藏在里面 然后它的接口基本上你都看不到 不管是上面还是后面 上面还有个盖板盖上了 它里面有USB的接口也可以为整个音箱做升级方案 然后它的底部也是很厉害的 你看到没有 拿起来给它看一下 很重啊 它所有的插孔都藏在里面 它底部的这个导孔都是钢材制的 旁边还有这些散热片 因为为什么要散热片呢 这个音箱它有六个喇叭 每个喇叭都是单独的一个工放 去推动的 所以它要很大的散热量 那意思就是它里面有六个工放 六公放同时散热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两个地平喇叭 两个中频喇叭 两个高频喇叭 地平在这儿 中频 高频 两个50瓦的地平 那我们实测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给力啊 可以说 面板上很简单 有两个圆形的操作按钮 一边是音量和电源开关 一边是选择输入模式 有蓝牙 有WiFi 然后有这个线路输入 有光纤 所以接口给的都是非常丰富 这个货看来只能放客厅了 放卧室可能不太现实 在我们这个技术玩家里面 我们主要聊的一些就是一些听感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啊 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文字啊 或者视频 对于听感这块的描述会比较少 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它的两个中音喇叭 这个是保证了听音乐 HiFi的一个标准 必须的 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发烧音响的话 喜欢听一些发烧歌 那中频喇叭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一货 其实并不是一个影院 看影院的一个音响 因为看影院是需要多声道的连接 或者是回音币 你别把它想成是个回音币 它不是 它只是客厅单纯的听音乐的解决方案 这个音箱的脱箱感很好 这个我们也实测了 只要你把它放在客厅的一个角落 放出来的声音 那一片都是声音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音箱的低频高频和中频 高频表现平平 不能说它 因为我们前段前测试了那个博士的妙韵 它的高频不像HiFi的那么那么较劲 有很软 它就不像以往的这边的那个音箱一样的 特别硬 这个音箱就比较软 比较暖 也可以这么说 然后因为它有了中频 所以对于人生的诠释 它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不管你听我们正常说蔡琴的歌 或者一些男中音 各种类型的这些HiFi的叠 它对中频的诠释 是比较好的 低频下线也很深 这是我们实测的 低频来说 不管你听一些摇滚 或者一些现在的电音 好像它都能够保证给你有一种 反正就是简单一点说 它就有一种低音炮的感觉 你就不用低音炮了 用它就够了 在客厅里面就可以让你震到嗨起来 它毕竟有这么大个货 它跟一般的蓝牙音箱比呢 它会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首先它这个体积区别就很大了 这个比我们那个马歇尔 那个窝本还要大 然后它保证了有这么大个箱体 在这儿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出来的声音就很有 那个2.0箱子的那种效果 真的是一个箱体了 它真的有这么大个箱子 有这么大个箱体 所以发出来的声音会相当的从容 很从容 发出来的声音 但是我们发现 它的低频这块 好像回弹力度 不是那么的优秀 我就发现 有 下潜很深 但是好像自己不是很能够锁得住 打低频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松散 比较松散 这是我们对它的听音感觉 我们听了加州旅馆 蔡琴的渡口 还有一系列的交响乐 还有一些刘子玲的 这些老HiFi的这些歌曲 包括招鹏的歌曲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因为它有了一个中频的喇叭 就保证了它的人生 是比一般的蓝牙印象 上几个档次的 它比较有韵味 如果大家追求那种 刻意的那种人生的唇齿音 或者是女毒 女生的那种毒药 那种 我觉得可能博士的那个妙韵 会诠释的更好一些 这货呢 就是什么类型的歌它都能放 而且都不错 但是它哪一块特别突出 特别好 它好像做不到 我觉得它不是特别有这个特点的 但是好像它每一个音乐 诠释的都有HiFi的那种味儿 那种韵味在里面 人声定位准确和韵味是两个概念 像博士那种就是人声定位准确 像这一款就是韵味十足 它的高频不是到那种 听到你很过瘾的低耳听很高级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配合它的中频和低频 你感觉很平和 很暖 这个音响可以长期听 无论是大声还是小声 它的声音是偏暖的 你都 特别是我们有时候放的很小声的时候 哪怕它是很小声 它感觉也是很到位的 不会说有有些有些影响会造成什么情况呢 因为太小声了 它的工方推不动它的喇叭 就会造成 小声没低音 大声才有低音 但是我现在不想听那么大声 我想听小声点 于是乎你就获得不好 不不了更好的这个低频效果 那它我们有时候把它调到最大的声压级的时候 它的喇叭也没有给我感觉要震爆的那种效果 它还是很从容的 能够把声音传递到你耳边 放最大什么 哼的邻居都来敲门了 你已经无法接受的那种情况 它还是能做到 从容不破 总结一下 这款音响呢 就是放在客厅里面 你无论听任何一种音乐 它都可以给到你很好的效果 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低频的 有一点 我们怎么有一种拖沓感 有一点拖沓 外观 霸气十足 高级感 感觉价钱不菲 跟一般的蓝牙印象的区别 就在于 它无论大声还是小声 它都能够给你保证 最好的效果 而且它有一种香体的感觉 这个是它跟别的蓝牙印象的区别 你的小的蓝牙印象或者是 哪怕我们听到 B&W的飞艇 你都感觉它是一个蓝牙印象 它虽然有这么大 但是JBL的拖响感 还有它呈现的那种声音的层次和质感 都是有一种 2.0印象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我们队 JBL L16的这个听感 希望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JBL L16的外录效果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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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与你我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让我与你我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Zither Harp 直到思念 从此深根花念 从此停顿 热泪在心中 在这里还要感谢JBL的官方 能够提供这么一款旗舰产品 让我们来评测 感谢收看这期的技术玩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胖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